另外在秀林积极推动新建纳谷墙的工作 由于是三个部落共同使用一块公墓 必须得要获得三个部落的智商同意权的共识 而目前道拉斯部落已经获得了部落会议的同意 剩下顾鲁部落和秀林部落还没有召开会议 秀林相公所就表示 就会透过代表会村长部落会议主席和齐老来积极沟通 获得族人们的最大支持 秀林村是由道拉斯部落 孤鲁部落和秀林部落所组成的村落 在111年12月份 道拉斯部落召开部落会议 并且针对新建纳谷强重大建设来行使智商同意权 同时又获得部落主人们百分之百的支持 由于秀林村的公墓是由这三个部落所使用的 必须还要由孤鲁部落和秀林部落同意才可以新建 有关于秀林乡秀林公墓的部分 主要的部落是在道拉斯 不过他要临近的两个关系部落 是孤鲁部落跟秀林部落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必须要三个部落行使21条智商同意权 就等于说要取决部落共识 部落每户二分之一的同意 我们才能行使后续建制纳谷强的 纳谷强的相关建制作业 那目前在12月23号 道拉斯已经行使同意新建纳谷强的议题 那后续有关于孤鲁部落跟秀林部落部分 我们公所会在积极的会找村长部落主席 还有那个部落事务组长及领长 来就是个别的宣导跟说明 务必使三个部落同时同意 行使同意权 就是该部落的二分之一的人 互数列席行使同意权 让我们后续才能送设置计划到县府 来做最后的审认跟评估 继米亚王部落那股强落城启用之后 秀林乡科村村长也前来建政和观摩 这历史性的一刻 可以说是获得大家的赞扬 由于符合主人们的宗教信仰 和太陆格族的文化 接收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秀林乡科村生命领所所长林乡表示 秀林乡科村在过年之后 将会邀请古鲁部落 秀林部落 秀林乡科村民代表会村长 工作部落事务组长 祈祷和部落会主席 共同的严议推动秀林村 新建那股墙的重大建设 记得就关于秀林乡科村